基本上來講我們現在從事後所揭露的相關消息來看 日本當時對於日美聯合聲明 中間是不是要納入台灣或者台灣海峽周邊的事情是有抗拒的 但是後來在美國的強力敦促的情況之下 最後納入 那麼它裡面使用的文字基本上一句話 然後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台灣海峽的情勢 另外一個是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的處理 那麼所以整體來講 它是合乎日本利益的 也就是說只要是台灣海峽或是兩岸台海周邊是和平的 對於日本的海線交通能源供應 還有西太平洋的整個自由航行來講的解釋就會多一些 而涉入兩岸之間的政治議題就會降低一些 所以文字上面還是有經過探討的 那麼並沒有 你可以解釋說它並沒有直接的 由美國和日本去直接涉入海峽兩岸的政治分歧 也並沒有刻意要去引出北京的怒火 我覺得日本應該是有想盡各種辦法 希望美國在文字上面能夠盡量的有解讀的空間 比例上來講 美國和日本在思考台灣的時候 顧全他們自己本身利益絕對佔90%以上 那麼捍衛台灣的民主 鼓舞台灣的民心士氣 要台灣不要很容易的患散 那個大概只佔10% 所以當我們自己很高興的時候 也要去想想為什麼別人會這樣做 他們這樣做是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而為他們自己利益的時候跟我們的利益是不是完全重疊 這些就是我們要思考的